今天要做這個料理是素的 而且這個食材呢 其實我們平常常常不知道怎麼煮它 對啊 好像應該用滷的 可是好像如果做素的滷起來 又沒有那麼好吃 對啊 因為滷的話 它那個味道才會入味 對啊 所以一般會是在昏的時候 用肉去煮那個味道 但是我們今天不用滷的 我們先用滷的 我們先用煮的就好了 煮的就可以了 短時間就可以讓它入味 這個味道不會很白啊 白喔 加上一味 又有夠味 接下來我們今天用我最酸酸的 那個味道來做 是這樣香香啊 鹹鹹啊 還帶出甜味 又有香喔 最主要 今天要做的是什麼料理呢 香辣百葉傑 香辣百葉傑 就是那個豆花拌一個感種對不對 對…像這樣啦… 你這個有比較大塊耶 我還可以到那邊比較小塊 對啊 我們今天買會比較大塊 我們今天要煮鹹的 香辣嘛 香辣的 香辣 對 香辣 那個吃素也可以吃辣 可以啊 而且很過味喔 而且那些甜很好啊 維他命C 但是有的人說 鹹的我沒什麼就要吃 但是今天借債 我們又要補 你鹹的那整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放下去 會解辣 解辣 帶出它甜味出來 更香更好吃 好 好不好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 白葉傑呢 因為這個 有那個味 豆花味 豆花味 我們要先把它汆燙一下 它要處理掉 那豆類是不是都要先汆燙一下 要… 不然它裡面 豆花或是什麼 對… 都要煮一下 那有一些不良還要髒的東西 我們順便把它汆燙掉 好不好 好… 來 現在到裡面來 有豆花味還用蒸的豆花蒸 好像也是會汆燙一下 因為要啦 因為有時候你… 你如果感到那個味道 比較濃 不是自然味道 還是怎樣的話 就是把它汆燙一下 對… 有的還會漂白 對 所以你如果這樣煮一下 最多的今天煮會洗乾淨 對 我說的就是這樣 我都沒這麼敢說 你不敢當自己說 對啊 可以說了 不然你也要煮一下 對啊 你看我們汆燙 你看裡面這裡 你看水蒜 還有我們的顏色 有嗎 然後呢 我們現在這樣就好了 把它的異味呢 把它汆燙掉 像什麼乾絲那種愛的 那種愛 那種愛 你看這樣起來是軟軟的 而且軟軟的 對 你要噴 剛才你噴的那種味 有一點沒油嗎 對 現在是豆花味 對啊… 現在我們就像這樣處理掉就好了 OK 再來呢 我們開始來炒 你看川菜有東西 等一下呢 川菜…其實很好 但是… 對 我發現每一個地方的菜 跟它用的配料有很大的關係 像你川菜店 就是跟辣椒、花椒、豆瓣醬 對… 對… 可是我們台菜一定要 醬油、香菇、蝦米和紅菜頭 沒有… 只有台灣的感覺 對 但是我們現在說到香菇 我們也要用香菇 對 對 香菇可以帶出它的香味 香味 跟我們的爆香一樣的意思 再來我們的… 還有兩個東西 這是香菇 香菇 香菇和這個孫 沙拉筍 最主要這三樣東西下來 整個顏色都非常的漂亮 這差不多了 香菇可以放 來…我們的薑末 薑末 薑末先放油 來… 薑末要炒香 你有沒有薑放了不少 一大匙 對 因為今天這個豆類也是需要薑來去濕 對… 然後這個蔬菜類也是需要將來那個… 改變它那個冷的那個感覺 那些比較溫溫的那個感覺 還有整個… 比較溫馨 對… 好 那現在薑末也炒好了對不對 好的 現在要我們的辣豆瓣醬 辣豆瓣醬 還沒有 不是 花椒 花椒 我們今天這花椒也下來了 我喝的時候想到這個花椒粒 它有它的香味在 是… 你放幾顆 稍微幾顆下去 不用太多 其實它香味特別的香喔 但是它不是麻 因為它很少 對 你如果吃到會麻 對不對 可是你光怎樣吃是不會 對… 那現在整個把花椒粒香味 香… 好 大家聞到 花椒粒香味 辣豆瓣醬就進來了 來 一大匙進來 一大匙 進來 然後呢 要炒一下 炒一下 對 香料呢 你有說過嗎 炒過才會香 對 才會喝香 你做拌醬也是嗎 對 拌茄醬也是嗎 對 拌茄醬要出顏色 顏色還有香味 對 好 那現在呢 香味出來了 你有知道嗎 有 我們的花椒粒 跟我們的大部分 結合出來的香 可以這樣子 一個在下面 一個在上面 很棒 香還在乾乾 乾乾 我們現在要用水進來 好 香水 對 剛才我們說白夜精 對 白夜精 對 對 還要加水 而且水量還不少 對 沒有錯 但白夜精 我們現在就給它進來 一定是用這個來滷 因為我們在台灣 是用豆油 什麼 糖 我們今天用什麼 豆瓣醬 對 辣豆瓣醬 但它重口味 重口味 但是呢 時間不是像滷方面那麼久 沒有那麼久 對啊 不是那麼久 再來 豆油 豆油之外 增加顏色 好 再來我們再加一點糖 對 你有說過 這個豆瓣醬一定要用糖 對 魚也很鹹 對 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蓋上 蓋起來 煮 蓋起來呢 我們煮大概五分鐘 五分鐘 那它整個味道呢 我們加了辣豆瓣醬的香 還有花椒的香 還有我們爆香的三種香 那整個吸到我們白椅裡面去 那咬了 那啵啾 好容易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等一下我們要吃那個 啵啾的感覺 稍等一下 來…好了喔 來 五分鐘過去了 來 我們大家已經是無味了有沒有 那湯汁你會看到 好像還滿多的 對啊 對喔 要收湯汁嗎 不用 等一下我們不用勾芡 不用勾芡 要是讓它自然怎樣呢 收乾 可以收乾 但是有一樣東西加下去 它馬上就收乾了 不是一直煮… 待會兒… 再來呢 我們現在已經讓它入味了 讓它整個醬汁濺進去 我們現在還有芹菜 好 芹菜末呢 下去了讓它更香 芹菜有這種效果嗎 芹菜的沒有啦 也收汁的效果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再來我們再放一點香油 香油 對 香油進來 芹菜綠綠的很漂亮 對 再加一點點的醋進來 醋 為什麼要加醋 醋可以提香味 但是呢你不要加太多 來就這樣一點點就好了 那效果就會出來了 有沒有 醋跟豆類好像是滿合的 對啊 而且呢 尤其是跟什麼 辣豆瓣醬 是最合的 你給它加一點下去的話 更的 好 那現在呢 味道我都已經煮了 可能你也快起鍋了 是 但是有一個重要東西 有沒有 要趕快掀出來 讓它更香 還有呢 可以解辣 好 來 我們呢 我就要拿牌子了 對 來 什麼東西可以讓它更香 而且還可以解辣呢 很妙吧 來 請看 地瓜 我突然想到四川 其實滿常用地瓜的 是喔 你想想看都很辣 都會配地瓜 真的喔 粉蒸肥腸 對 有沒有 下面是副地瓜 粉蒸排骨 下面有副地瓜 對 你用的就是這一招嗎 這地瓜下去呢 它有甜味嘛 甜味 我們常常在講說 它稀辣 一定會… 辣一定辣 放這個地瓜下去 有甜 它會解辣 而且呢 我們現在湯汁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把它擺進來 對 那現在我們整個呢 就這樣子 把它撐出來 而且我們裡面呢 顏色又變漂亮 然後營養更多 把它燒一下下 你看看 現在湯汁呢 總共沒有意義 都收起來了 對… 對 來 現在這樣好了 差不多了 來… 好耶 那等一下呢 你會覺得說 奇怪 我突然辣 大豆瓣醬 放那麼多下去 一大匙 但是呢 吃起來 又有辣豆瓣的香味 但是呢 又沒有辣 沒有辣 你看看 突然湯汁那麼多 現在乾乾的 然後湯汁都被什麼 我們… 現在地瓜 吸掉 有沒有 這有一點等一下可以張一下 對 來 試吃 先來吃這個海帶結 有沒有入味 有 而且很軟 對啊 有點好吃 這個燒其實 因為它的海帶結 那表皮 其實是因為它是用紗布 對不對 它有那個洞洞 對啊 對 所以它其實它是 一下子就可以咬得住味道 對 那是一層一層這樣鋪的 來 再來 剛剛吃的辣了對不對 現在吃地瓜 吃吃看 把它整個辣子都解掉了 舌頭馬上就覺得那個甜味很舒服 對 沒有錯 就解掉那個辣 所以小朋友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吃地瓜 吃地瓜 對 再來吃 再來吃辣 對 而且裡面都有什麼呢 我們那個 胡蘿蔔 胡蘿蔔 還有筍 還有香菇 去看看你就知道 讚喔 謝謝